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看你的简历你是位成功人士吗 一点点 你的公司现在还干着吗 在干 大概年营业额多少 四千多万 那你干嘛来找工作 生活过得比较安逸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的女儿过来了 大女儿 哪个 那个穿红衣服的 她念的民办学校 在二年级她已经是全额奖学金 那么万 我让她转学 第二又去了一个学校 又是那么万 现在又转学 我让她会不断地去适应 对她的要求和对我的要求是一样的 为什么要转学呢 一男中三小 我觉得据说转学对于孩子的身心影响 是非常大的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 尤其是站在爸爸的角度上 你要她做任何一个学校的 No.1是吧 那有意义吗 你不影响她自己学习的环境吗 在我营销的路上 我一直有一种想法 我会树立一个高峰 然后我不断地去越它 那你怎么没找到高峰呢 你怎么现在闲下来了呢 我们这个行业比较传统 你哪个行业 这个我现在做的是冷渣渡西博板 冷渣渡西博板 对 工业原料 不是 我问你 你那么立攀高峰 要一览中三小的人 怎么就闲了 我入这个行十年半了 所有的渠道业我比较了解 然后呢 比较无趣 然后呢 有这么一两年没有追求 然后呢 你在这个行业已经做到老大了吗 没有 对啊 但我是交交者 我这么跟你说吧 资金使用率 库存利用率 我们是第一 全国第一啊 没有 我们的行业 是吗 全国行业第一嘛 是不是吗 可以这么说 你又别吹太大了啊 这个流可以见证 全国行业第一 对 是这个意思吧 我说资金利用率 资金利用率 那算什么嘛 那只能说一个公司的管理嘛 我们所指的是行业规模 和你这个行业所占据的 行业技术巅峰 是不是第一 什么资金利用率呢 我还觉得我的身体结构比 是我这个身高里面最好的呢 那有什么用呢 什么叫资金使用率 全行业第一啊 我请教一下 就是我们的资金扭转 比方说我2017年的启动资金 只有120万 但是我整年的资金流水 达到了一个多亿 我钱周转的速度非常快 你的一年流水的话 你是赚多少次 一百次以上 那是很厉害 对 这是很厉害 这有什么数据可以证明 它比别人厉害吗 它这个行业 它是属于钢冒行业 钢冒行业 我不是不了解这个行业 也知道一点点 我所指的是 针对于他的那一句话 他的资金使用率 行业第一 谁评出来 他可能说他做得不错 扭转得很快 对吧 资金使用率很高 谁评出来你是行业第一 我们这个行业非常的窄 再窄也有计少 全国应该至少有上百家公司 那个 出来老师 有些东西我可以教你 我不需要你教 我可以告诉你 我的意思是指 每个人说话要负责任 你说的话 一定是有 一定是有评定标准的 一定是有数据体现的 为什么要把牛吹死呢 你又没有谁评定 你这是第一 你又不能鉴定我在吹牛 为什么说我在吹牛呢 因为你拿不出 你自己的行业标准 他一般那个评估 你像我们 是有第三方公司 或者是有专业的评估机构 他就是来做这个调查 比如说像研究我们自媒体 有轻薄数据公司等等 你得有一个第三方 专业评估机构 不是说你自己调研的数据 那个采样太主观 没有这个群 那我收回 OK 对吧 这个是客观底线的 没有就没有嘛 收视率也有 Sofre的标准 对吧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那你说你为什么来找工作吗 我发现 生活很没意思 然后我偶尔地看了一下 菲尼莫书 我觉得想来挑战一下自己 那找什么类型的工作呢 投资类的 还有这个营销类嘛 什么级别 总经理或者董事长助理 那你以前做过别人的副手吗 职业经理我做了四年半 那股东们对你满意吗 没等到他们不满意的时候 我走了 自己选择离开那个公司 对 夫人今天来了是吧 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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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描述一下你丈夫的性格 用几个词语来表述一下 比较坚强勇敢向前冲 有时候会有点固执 还有吗 强势有吗 有 我再问你一点 他有没有独裁 有时候会 多不多 在你们家谁说了算 大事他说了算 小时候家庭事情我说了算 当你们之间发生大的一些矛盾 在独裁上的一些矛盾的时候 一些大问题的走向的时候 听谁的 主要还是听他的 你心里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憋屈 会觉得自己不够不被尊重 别人会这样提醒我的时候 好像是有点 但是事后我还是觉得这样挺好的 因为他走的方向走的是对的 因为他大部分走的是对的 所以我即便有不同意见 我也愿意听他的 是这个意思吗 但是我会跟他讲我的意见 讲完了可能到最后还是要听他的 他觉得自己做的事情 还是有点自信的 好 谢谢你啊 请坐 你要求薪资多少 60块 是税后还是税前 税前 有行业的选择吗 行业比较侧重于就是投资类 第一轮选择 税后来 想到了的啊 对 这肯定想到了嘛 因为这种人才一般在这个场合 不可能通过简简单单几十分钟就 应聘成功的嘛 但你觉得还有别的原因吗 可能做老板的身上的毛病 在我身上体现比较多一点 其实你啊 你应该是一个还算是心痴口快吧 对 也算是一个适才傲物吧 觉得自己有本事也确实有点狂气吧 有也正常 有本事人都傲 但你傲得太表面了 我为什么跟你叫那个证 其实真的是为你好 就是有些没有权威公布的东西 我们把它说出来 最后会把自己架在火上烤 咱稍微低调点 行不行 求职这个东西是互相平等的 你要我 我就实现价值 但你表现出来的是 如果你不要我的话 是你瞎了眼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你给我们感觉是这种 你也是做过老板的人 你也招过人 你应该有过这样的一种感受 其实汪伟 我是你的老乡 其实我会觉得 你把自己看得太过重了 你不知道对他人去尊重 尤其对你的太太和你的孩子 你可能用你的假想 去让他尝试挑战 可是你从来没有顾及他 只有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孩子 青春前妻的孩子 他心里需要什么 你只用你的需要来统领一切 无论是工作 生活 教育 我都希望在今天 你尊重一下别人 你未知的东西 花一点时间真正去看 尊重他人 就是对你最大的尊重 其实一个孩子 他老转学 他每次都要换新朋友 要换新老师 对于一个这么小的孩子来说 确实是一种挑战 也是一种断点 其实你要证明他学习成绩好 是没有问题的 他学习成绩好就是好 你为什么要让他频频地换环境呢 小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清晰地记得 我们因为家庭所迫 因为搬家 所以要换学校 其实对我们心里都是一种伤痛的记忆的 本身 我们不愿意转学的 尤其对九岁十岁的孩子 是的 非常认同图雷老师讲那个 因为在心理学上 人际关系我是研究人格的 那个对孩子的那种稳定感和归属感 会有到影响 只是他在成人之后才会看出来 所以呢 你也没什么好遗憾 你还觉得你没事干 你没事干 在家多做两顿饭 你老婆对你这么好 也这么多优秀的女儿 你挺幸福的嘛 对 今天还是要谢谢自己 感恩来到这个舞台上 牵着你老婆的手 再见吧 去吧 去吧 把你老婆牵上来 希望他以后收敛一下自己吧 收敛一下自己吧